15号下午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 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气氛 2600多名代表各邀代表和列席人员 汇聚在这里 怀着激动的心情 期盼着领导同志到来 下午30 国家主席胡锦涛 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 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亲切会见了出席党的18大的代表 各邀代表和列席人员 胡锦涛习近平等领导同志 走到代表面前 同前排同志亲切握手 向大家致以良好的祝愿 代表们纷纷向胡锦涛 习近平等领导同志 表达真诚的问候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领导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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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局其他常委李克强 张德江 余正生 刘云山 王岐山 张高丽 一同会见 并同大家合言如念 国贵习近平等领导同志 在热烈的掌声中 胡锦涛 习近平先后发表了重要讲话 同志们 在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下 党的十八大 开得很好 很成功 这是一次高举旗帜的会议 机网开来的会议 团结奋惊的会议 认真学习 贯彻 落实好 党的十八大精神 是我们当前的首要政治任务 忠心的希望 全党 全军 全国各州人民 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 坚定不移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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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为了党和国家事业的既往开来 胡锦涛同志和吴邦国同志 温家宝同志 贾庆林同志 李长春同志 贺国强同志 周永康同志 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 带头离开了党中央领导岗位 体现了崇高品德和高峰谅节 让我们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刚才 胡锦涛同志的讲话 语重心长 催人奋进 寄托了对我们的真诚鼓励和巨大鞭策 我们要牢记嘱托 认真 认真 学习宣传 贯彻落实好 十八大精神 团结一心 开拓进取 不负重托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而努力奋斗 参加会见的还有 马凯 马凯 王兵 王兆国 王库宁 回梁玉 刘延东 刘其宝 许其亮 孙春兰 孙政才 李建国 李元朝 汪洋 张春贤 范长龙 孟建柱 乐际 胡春华 栗战书 徐才厚 郭伯雄 郭金龙 韩正 朱镕基 李瑞环 宋平 魏建行 李安清 曾庆红 吴关正 罗干 杜清林 赵树 杨精 陆永祥 华建敏 陈志立 司马懿 田立瓦尔地 杨光烈 戴炳国 王胜俊 曹建明 廖辉 白丽晨 陈奎元 阿布莱提 阿布都热西提 李兆卓 钱云露 孙家政 李金华 郑万通 邓朴芳 和池浩田 张万年 江春云 王乐泉 刘奇 曹刚川 曾培炎 王汉斌 何勇 令计化 倪智福 王炳前 邹家华 布贺 彭佩云 曹志 李铁应 司马懿 爱买提 顾秀莲 热帝 盛华人 肖阳 韩祝斌 贾春旺 叶选平 杨鲁带 宋建 钱正英 胡启力 陈锦华 赵南起 王忠宇 李贵贤 张思青 郝建秀 徐匡迪 原中央军委委员陈炳德 李继奈 廖西龙 静志远 和新任中央军委委员 常万全 房峰辉 张扬 赵克时 张又霞 吴胜利 马晓天 魏凤和 赵魚